協作平台 我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有聽過Google的協作平台嗎? 有許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 這個算是Google面看不到 大家比較常知道Google收信群的部分 還有圖片之類的 但是協作平台比較少知道 那其實在國外用來蠻多 在台灣相對比較少一點 雖然說它的空間 老實講,不算太大 100MB 糟糕的,停到100MB之後有點想回家了 其實還好 那只是它內建的空間100MB 但是你有幾種方式可以讓你的空間變大 以後你會有使用Google學生平台 也代表一件事情 你有Google的帳號 Google有沒有雲端硬碟 有5G 所以你的空間就變大了 另外你的相簿 那些都還可以再加進來 那你當然本身還有Gmail本身的空間 就有7G 7.8G 應該是7.8G 所以這樣事實上空間還蠻多的 那麼第二種方式是你的協作平台並不是只有一個 你可以有兩個、三個、四個都可以 它沒有限制你可以有幾個 所以其實雖然表面上它只有一百MB空間 但是實際上你的空間量是可以變大了 而且它最近也有做了一些改版的動作 就讓整個學生平台在使用上會相對簡單 那我們的定位會比較定位在就是說 可能比如說像各位 因為在大學沒有研究所有沒有 或者甚至老師有時候要做研究 如果同學可能要做大大 那中間平常大家以前如果你可能是分組的 那你都怎麼跟同學交換之類 以前可能我們都MSN傳來傳去 現在沒有 現在大家都是FB傳來傳去而已 但是這樣還是很亂 而且有小道消息指出 MSN即將下台一局功能 因為被FB弄得快差不多了 它以後要跟Skype做結合 就像網路電話那個 所以以後可能就是兩個結合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你看一下那個Yahoo message 自從跟微軟互通之後就不見了 只要跟微軟通了都沒什麼好處就對了 好OK 那這是一個奇怪 所以說其實如果各位以前用的方法 就是這樣檔案傳來傳去或E-mail傳來傳去 你會發現要整理不方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裡我畫面就稍微切過來一下好不好 好來 我們這裡面首先當然您今天要用的話 就要先取得今天的入門票 你一定要Gmail帳號 有沒有同學是還沒有的 還沒有的馬上申請就好 就可以馬上有 不過要注意一下 他最近的那個申請 絕大多數你要申請的時候 他會多進行一個動作叫手機驗證 手機有驗證 所以您可能會收到一封簡訊 他會來去你輸入那個 當然會有一兩次還是沒有 所以我不敢跟你保證說一定都會有 但是我目前在上課過程裡面我發現大多數都會有 所以等一下如果您萬一沒有這個Gmail帳號 可能比較麻煩您申請一下 那麼等一下我們還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協作平台怎麼去建立怎麼去管理 另外你事實上協作平台本身也是一個網站 我們透過網站的方式讓各位把資料整理好 可是你們想著我要做網站 聽到要做網站就想到我要做好多技術 HTML 然後又一些什麼有的沒的Flash 不用 在這邊就可以讓你很單純 好像你在用Office一樣 就是單純的使用 很方便移動 我相信很多人也許有申請過那個部落格 有沒有 他就類似部落格一樣 甚至他更有彈性 這是他的優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幾個範例 最後我們再搭配一下雲端硬碟 還有這個Google的形勢力 給各位做參考 首先我們先看幾個應用的範例 像這個 這個是APP Invector 這個是做那個拿智慧型手機當做什麼 遙控器的 當遙控器來用的 你可以就開搭 那他傳自開搭就好像那個堆積木一樣的 那他這個就是用所謂的協助平台 那麼各位您如果在我們的簡報裡面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 那我現在我們先到這邊來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就是一般網站 對不對 哪裡有協助平台 沒有 那麼今天如果說未來各位你真的假設 你覺得這個平台我現在認得很不錯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網易名稱 像他就是把自己的網易名稱 對到協助平台那邊去 跟部落格一樣 如果說你確定這個正式要用的 你可以直接把網易名稱指過去就好了 就好像我們那個電話轉接意思一樣 好 那你雖然沒有擁有網站空間 可是用的是免隊的服務 那一樣可以對過去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不會是寫那個 那你看他一樣有這些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他這個就是利用協助平台的方式去製作的 這是第一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就不太一樣 那這個也是 這個是跟雷同 這個是小的控制器 控制器 我們那個單晶片 類似像單晶片 這樣他可以去用程式去操作 像各位有聽過那個叫什麼 樂高積木有沒有 用遙控的 就類似像這個 那這個呢 我們也可以稍微過來看一下 好 那像他就沒有做 拿網易名稱的動作 所以各位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size.google.com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我們協助平台的那個網址 那後面呢就是你的那個網 你自己申請的 好 就設定的這個網址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看起來怎麼樣 也還是不像 展的很奇怪的樣子 對不對 就是像我們一般的所謂的 這個部落給也好 或一般的那種 標準的網站一樣 很單純 很單純的 所以 這裡 這樣幾個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咦 這個是一個國小的 這個國小 在哪裡你知道嗎 尚齊國小 你們要聽到嗎 蠻破除的地方 你看他們的網址 我跨到這裡了 在金門 這個我們當兵也是在那邊過了兩年的日子 在這裡 因為其實這樣這個算偏遠國小 但是一般像國小的話 那其實 人力資源已經不是很多了 又那麼偏遠 其他要做得很難對不對 所以就用寫個平台 然後當然就是官方網站 好 當然是官方網站 好 這個呢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現在進不去沒關係 來 另外呢 這個 這就是我們公正的 這是地址 這個叫什麼 印帝所的 那 這位同學 他就是把他跟教授在做的這個 專案的部分把它放上來 那我們看一下 進來了 有沒有 他的選單他是把它做到右手邊的 只是一般來講我們台灣 專門的習慣 大概選單在左手邊會比較習慣 當然這個你可以自由安排 版面上你可以自由安排 所以他就很清楚的把這些東西把它標示出來 有沒有 對嗎 像這樣子 其實像我們一般在整理 比如說 各位在做這個報告專題 製作的時候 其實在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一定會修修改改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來讓整個內容先 最後就是先有一個很完整的報告之後 你就要做最後的這種報告整理 就會很快 就會很快 而且 學做平台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版本修訂找得到 咦?什麼叫版本修訂 我問一下同學有沒有 你們現在用的Office版本是 學校應該是2010嗎? 我看他們已經貼到2013了 2013 2013是最近要推出來的 你們應該學校可能大部分用的是2010比較多 2010本身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雲端硬碟 微軟也有一個Sky Jack 對不對 如果你曾經有過那個微軟的MSN帳號 或者那個叫做 它叫什麼 Live.com的帳號 那你轉換成所謂的Sky Jack 你會有25G的免費空間 那如果你是新申請的也有7G 一定是要比Google多兩G 表現一下微軟的不一樣 那這個呢 就是像這個你可以像這樣去看一下 那麼另外呢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在學校的 好 這幾個都類似 所以我就先給各位簡單看一下不用過去 那最後呢這裡有一個教學的 雖然名字很好聽 但是它上面有一些Google協助平台的教學 還不錯 所以就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不好 好 這樣可能大家應該就比較清楚了吧 好 那麼如果呢 萬一您現在是Gynor幹號的 可能就要麻煩您到這個地方 好 Gynor吧 Google.com 先來申請一下 那我把後面先還給您 如果您已經有了 也要請您先登錄一下這個Gynor 好 登錄一下Gynor 先來申請 其實來申請